穿裙子的好处就是 当众拖鞋不会被发现 这位不小心跌倒的公主安妮 正展开一场欧洲之旅 她作为皇室代表出访各国 与各国政要和贵族交集 履行公主的职责 在典雅华丽的宴会厅里 穷瑶璀的吊灯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映照出与会贵族们华服的辉煌 精美的雕花近况映出欧洲宫廷的奢华气氛 墙壁上挂满了名家绘制的名画 仿佛将历史的痕迹凝固在这一刻 安妮公主身着一袭优雅的白色晚礼服 裙摆随着她的步伐轻盈飘动 犹如天使降临人间 她的头发被巧妙地盘起 脖梗处垂落着一串璀璨的钻石项链 显得格外高贵 然而在她微笑着 与贵族们寒暄交谈的表面之下 她的内心流露出 对梵文入节的不满与厌倦 安妮公主在欧洲各国出访的过程中 必须遵循严格的皇室礼 与各国贵族进行繁琐的交际 她走进各国宫殿参加华丽的宴会 与身着华服的贵族们交谈 在这些场合中 她总是保持着优雅的姿态 微笑着向人们问候 轻轻鞠躬表示尊敬 然而随着出访的进行 安妮的内心逐渐感到疲惫 渴望逃离这种没有自由的生活 在国宴的前一晚 安妮因压力过大而感到焦虑不安 于是皇宫医生为她注射了镇禁剂 但安妮仍然下定决心逃离皇宫 她厌倦了繁琐的公务活动 渴望自由地体验平民生活 她趁着药物效果还未完全发挥 偷偷穿过皇宫的长廊躲过守卫 成功地溜出了皇宫 开始了她的罗马假日 此时的安妮已经昏昏欲睡 却在罗马街头迷失了方向 这时候记者乔布拉德利 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准备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 她发现了昏睡的安妮 觉得有责任帮助她 她试图询问安妮的住址 但安妮因为镇禁剂的影响 无法清楚地回答 无奈之下乔只好带着安妮回到了她的公寓 让她在那里休息 第二天早晨乔在报纸上 看到了安妮公主的报道 这时她才意识到 眼前这个可爱的女子竟是皇室公主 但她没有告诉安妮自己是记者 也没有告诉她 自己已经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 为了获得一篇独家新闻 乔决定帮助安妮 实现她在罗马一日游的愿望 同时邀请欧文一同加入记录 于是安妮公主在乔和欧文的陪伴下 开始了一天的罗马之旅 她剪掉了华丽的长发 换上了普通的衣裙 尽情地游览了罗马的大街小巷 首先他们一起去了西班牙广场 这个著名的广场 因其美丽的阶梯而闻名 是罗马市民和游客喜欢聚集的地方 阳光明媚的下午广场上 熙熙攘攘的游客 一派热闹景象 安妮与乔坐在广场的台阶上 享受着罗马的阳光 聊着彼此的故事 他们的笑声在广场上回荡 充满了幸福的氛围 之后安妮和乔驾驶一辆摩托车 在罗马的街头穿梭 然而他们却因为违反交通规则 被警察拦下 安妮和乔在一片混乱中 被带到了警局 尽管安妮的真实身份 仍然未被揭露 但这次的冒险 让他们心头荡漾着 紧张与刺激的情感 最后他们参观了真言之口 这座巨大的石头雕像的嘴巴敞开 传说只要把手放进雕像的嘴里 发誓说出真话就不会受到惩罚 安妮还是有些害怕 并没有把手伸进真言之口 然而当乔把手伸进去时 这一幕也显得十分有趣 为他们的罗马之旅增添了更多欢乐 这段罗马之旅中 安妮和乔亲身体验了 这座古城的魅力与浪漫 他们漫步在古老的街道上 欣赏着历史悠久的建筑 感受着罗马的独特气息 在这短暂的相处中 他们不仅深入了解了彼此 还为彼此的生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回忆 在这一天里 安妮尽情地享受了平民生活的快乐 而她与乔之间的感情 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升温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当安妮的失踪 引起了皇室和媒体的关注 皇宫安保人员开始在罗马全城寻找她时 安妮和乔的罗马假日也接近了尾声 晚上安妮公主和乔一起参加了河边的舞会 那是一个热闹的夜晚 舞会现场灯光璀璨 欢笑声与音乐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活力肆意的画卷 安妮身着一袭简约衣裙 散发着低调的优雅 而乔泽西装比挺英俊迷人 安妮的眼神中闪烁着快乐的光芒 她的裙摆随着舞步翩翩起舞 仿佛蝴蝶在花间翻飞 乔泽专注地凝视着她 瞳孔里倒映出她的身影深情满意 就在这时皇宫的变异保镖 悄悄潜入舞会现场 试图劝说安妮回到皇宫 他们低声在安妮耳边说着什么 安妮的神情顿时变得紧张而迷茫 乔立刻察觉到了异常 她紧皱着眉头目光如炬地盯着那些变异保镖 在确认了安妮的安全之后 乔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与变异保镖扭打在一起 他们的拳脚交错扬起一片尘土 乔的脸上布满汗水 身上的衣物也被撕扯得破破烂烂 但她毫无惧色拼命保护着安妮 警察纹身赶来将便衣保镖带走 趁着混乱的间隙 乔紧紧拉着安妮的手 带她逃离了舞会现场 他们穿过一片黑暗的小巷 最终来到了一个无人的角落 此刻乔满脸忧虑 目光坚定地看着安妮 好像害怕她会突然消失一般 乔关切地询问她是否受伤 安妮摇摇头表示自己没事 肩并肩地依靠在一起 感受着对方的体温和呼吸 此时的环境显得宁静而安详 只有远处的城市喧嚣透过风声传来 似乎与他们无关 然而在这美好的时光中 他们都知道不能再逃避现实 安妮不得不回到皇宫 重新承担起她的责任 而乔也需要回到她的生活 继续她的职业 他们短暂的罗马假日虽然即将结束 但他们彼此之间的情感 却在这段旅程中加深 这些珍贵的回忆 将成为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篇章 让他们永远难以忘怀 回到皇宫后 安妮召开了一场发布会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们见面 发布会现场庄严而庄重 华丽的灯光洒满了整个大厅 记者们穿着正式的西装手持麦克风 安妮公主则端坐在高台上 身着一袭优雅的礼服面带微笑 显得娴熟而从容 她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决绝和坚定 仿佛已经做好了面对未来的准备 在发布会上一个记者询问公主 最喜欢哪个城市 身边的人提示她要说都喜欢 可安妮回答说是罗马 她的眼神在回答时 闪过一丝淡淡的思念 仿佛在回忆那些美好的日子 按照原定计划 发布会应该在这个问题后结束 然而安妮却提出 想要结交一些记者朋友 她轻轻笑着眼中闪烁着一丝期待 安妮站起身来优雅地走下台阶 走向在场的记者们 她微笑着与每个记者握手 逐一与他们交流 在这过程中她不时地环顾四周 似乎在寻找着某个特别的人 在与乔的目光相遇的瞬间 安妮的笑容更加灿烂 眼中流露出一种深情与默契 这次发布会成为了安妮与乔之间 一个难忘时刻 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再次相遇 并在彼此的眼神中表达了深厚的情感 尽管他们不能在一起 但这段美好的回忆 将永远留在他们的心中 成为他们人生中难以忘怀的篇章 电影《罗马假日》 以其优美的画面 深情的故事 以及奥黛利·赫本与格利·高利派克的精湛演技 成为了永恒的经典之作 这部电影向我们展示了一段纯粹 美好而又注定悲伤的爱情故事 让观众为之动容 观众们得以一亏人性 爱情与责任之间的微妙平衡 这部电影以其深刻的哲学内涵 展现了生命中美好短暂的瞬间 与现实世界的无奈 影片中安妮公主与记者乔的相遇 宛如命运的安排 在生活的重压下 他们都渴望逃离现实 寻找自由与真实的自我 然而这段《罗马假日》 所揭示的哲理却远不止于此 生命中每个人都在寻求平衡 既要满足内心的渴望 又要担负起生活和社会赋予的责任 正是这种纠结和挣扎 使得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张力与活力 爱情被认为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情感 在安妮与乔的相知相守中 我们看到了真挚 纯粹的爱情 如何将两颗孤独的心连接在一起 然而它们最终无法长相厮守 正是因为现实中的责任与使命 人生不仅是一场关于爱情的追求 还是一场关于责任的担当 安妮与乔的离别 彰显了他们对于责任的认知与坚守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部电影 所传递的关于自由与命运的哲学思考 安妮与乔在罗马的假日中 短暂地体验到了自由的滋味 然而现实的无奈魄 使他们回归各自的生活轨迹 命运似乎将他们推向了不同的方向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命 因此变得平淡无奇 相反这段难忘的经历 成为了他们内心的宝藏 让他们在面对现实时 不仅仅是一部爱情故事 更是对责任与使命的深刻思考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许多无法抉择的时刻 但面对责任与爱情的抉择 我们需要勇敢地面对现实 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总之罗马假日 是一部充满浪漫与感伤的影片 它让我们看到了责任与使命所带来的束缚 以及爱情中的无奈和勇敢 即使结局并不完美 但这段美好的回忆和真挚的感情 却让人永远难以忘怀